真相我来帮你追 吐槽需要有智慧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新闻脱口秀 辱华这件事呢 最近又有了一个最新的标杆 有一个四岁多的这个小男孩啊 最近创下了年龄最小的辱华者的这个记录 实际是这样的 4月20日呢 广东的一家幼儿园的一个老师啊 问这个孩子们 问他们一个问题 说哎呀 你为什么来上学呀 结果轮到这位四岁的这个小男孩回答的时候呢 他是这么说的 你为什么来上学呀 我为了长大 婆娘也在中国住了 想要去英国 这个孩子的回答要我说呀 很棒啊 四岁就知道英国好 这叫有见识 这么小就知道将来要出国 这叫有理想有抱负是吧 这么小就知道在中国待着不安全是吧 不舒服不自由不幸福是吧 这叫什么 这叫有头脑啊 是吧 一个四岁的孩子能知道这些 家长的教育非常好 结果老师把这个孩子的这段视频放到了网上 哎呀 被网爆了 说他不爱国啊 让他赶紧润巴 别浪费我们的这个义务教育指标 什么这个妥妥的汉奸啊 什么价值观扭曲 什么教育失败的 反正是 我的天 被网爆了啊 这个刚刚四岁的小男孩 一下就成了年龄最小的辱华者 创了记录了 你说这家长也是啊 光顾着跟孩子说 咱们将来去英国啊 就忘了叮嘱孩子一句 别跟别人说啊 是吧 在中国你你能这么说吗 是吧 结果这个官方也坐不住了 广东地方官媒立刻弄出了一个幼儿设不当言论的报道 幼儿设不当言论啊 幼儿就可以不当言论了 我天哪 多可怕 还说这间幼儿园已经被这个调查了 有毛病吧 哎 中共你们自个儿不也宣称来去自由吗 中国来去自由 你看是吧 中国人来去自由 哎呀 看见没 在中共国啊 连一个四岁的小孩都要开始当心祸从口出了 这事出来以后啊 哪个孩子还敢讲出自个儿内心真实的想法啊 谁还敢再童言无忌 对吧 大陆的小孩以后啊 只要到了会讲话的年纪 三两三岁三四岁啊 就得开始 家长就开始教他们 不准来说话啊 开始备稿子 回答任何问题之前先写好稿子 这小孩的童真啊 这个这个什么都没了 对吧 直爽小孩子的这种童言无忌什么都没了 这么小就因言获罪 这个政权的脆弱是吧 匪夷所思 OK好 今天呢主要想聊两件事啊 一个呢是这个最近在大陆火爆的一塌糊涂的上海车展宝马冰淇淋事件 很多朋友已经知道这个这个事了 另一件事是我前几天啊 节目中讲过的啊 一个在四十几天之内掏空了她的丈夫千万家财之后呢 又逼着丈夫跳楼自尽的罪毒娇妻摘欣星星啊 因为为什么呢 昨天这个摘欣星啊 又发了一篇万字长文呢 为自个儿辩白啊 但这篇长文读来是让人毛骨悚然的 我待会儿跟大家来讲讲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咱们先说这个宝马冰淇淋事件啊 很多朋友可能还不知道到底这个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月18日呢在上海国际车展上 宝马mini的这个展台上啊 摆着不少的冰淇淋啊 估计应该是发给那个来看展的人们派发的 给大家吃的 结果就是这一盒小小的冰淇淋 引起了一场渲染大波 来咱们先来看现场的这段视频 可以免费拿吗 这个发完了吗 你看看了我看一下有妈里面 我看看有没有的话我就不要了 因为要下载那个 你可能是海外账号的话 对 海外账号是下载不了的 然后那等于是有的了 但是我们那个 AQ上一个账号 对 因为那个券每天先亮了 对 我们现在是先亮 就是这段视频啊 已经连续几天霸占这个大陆的微博热搜榜了 我天 这两个女孩啊 对这个中国访客和这个西方访客啊 中国人外国人截然不同的态度 成了遭到大众踏伐的这个焦点 事件被点燃之后呢 宝马又是声明又是道歉 又说这两个女孩是临时工啊 已经被开除了 云云 但为时已晚 据说事件导致宝马的股价呀 下跌了3.62% 差不多是24.21亿欧元 为了喝冰淇淋是吧 就在宝马焦头烂额的同时 有一家公司开开心心的秀出了一张成绩单呢 这是一个名为一车网的汽车销售的这个平台 4月20日他们展示了一份 他们的原创视频内容 当天播放量的成绩单 播放量多少呢 你看全网播放量20亿加 就是说他们做的一则视频 在短短一天之内就给这个一车网 带来了20亿加的播放量 什么视频这么火爆啊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则视频 这个一车网除了自个儿得意洋洋的炫耀自己的战绩之外 他们几个员工啊 也在微信朋友圈里面转发了这个消息 从而证明呢 这段视频确实是一车网的得意之作 你看上海车展被糟蹋惨了 宝马的股价掉惨了 那两个女孩被骂惨了 只有两个人笑惨了 一个是这个一车网 另一个就是那个冰淇淋品牌 现在也火了 下面我就很想引用周星驰大话西游里面的那个经典台词 来对宝马说 如果上天能再给宝马一次机会的话 他们一定会对所有讨要冰淇淋的中国人说 随便吃免费吃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如果非要给这些冰淇淋上加一个这个上限的话 我希望是一百万根 一千万根 一亿根呢 宝马现在后悔坏了 事情发展到现在 我严重怀疑这两个女孩就是卧底 演了这么一出 再找人拍下来放上网 轻轻松松把宝马就给干倒了 不过说起来好笑 4月20号宝马不是遭到了全民痛骂吗 这那的是吧 崇洋媚外什么这那的 歧视中国人 隔了一天4月21号 宝马的上海车展的宝马展台 贴出一个告示说 所有光顾我们宝马展台的朋友 每人可以得到一个精美的钥匙扣 结果看看宝马的展台前又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哎呦呵你看 前一天在抄抄要抵制宝马的人们 第二天又高高兴兴的排队来领宝马的钥匙扣了 这就是这就是现实 这就是人性的大陆 中国大陆的中共国的人性 宝马冰淇淋事件持续火爆不排除人为推波助澜的因素 因为尤其是这个中共官方 他们即使没有煽风点火 也一定是默许的 因为一盒冰淇淋就可以浇灭一场大火呀 我说的这场大火就是上周 发生在北京长丰医院那场惨烈的大火 几十上百的 官方说29人谁信啊 几十上百的病患 不是在大火中被烧而亡 就是跳楼而亡 这么大的一件大事 大陆媒体看得见吗 你在大陆看得见吗 看不见 除了官方在事后发了一个小小的无关痛痒的通报之外 看得见吗 看不见 只看见了一盒冰淇淋 这几天 只有一盒冰淇淋 对吧 官方抓了这个大火呀 官方抓了这个长丰医院的几个所谓的替罪羊 什么院长那个王某林 根本就是替死鬼 什么都不是 真正该负责任的那个董事长 负责人叫汪文杰 什么事都没有 我前天节目中说了 他是从一个鄂州的小医院的中医师出身的 跑到北京开医院 还一口气在全国开了22家连锁医院 还上市了 市值还十好几个亿 是吗 请问汪文杰的背后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这个后台 没有推手 没有他的贵人 可能吗 那么这个贵人是谁呢 他叫蒋正华 曾担任第九第十届中共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 中共高官呢 是江泽民的亲信 江派大员之一 正是在这个蒋正华的扶持之下 汪文杰才一路飞黄腾达 那这其中的利益勾兑 难道不值得好好挖一挖吗 但是这么惨烈的一场大火 竟然就悄无声息了 什么火花都没了 那被谁压下去的 还用问吗 所以大陆媒体炒作宝马事件的这个背后 一定有中共官方的助推 你看4月22号 百度的搜索指数显示 宝马被搜索的次数是长风大火的30倍还多 对吧 谁承想一盒冰激凌就将一场大火焦得透透的 灭的什么火星都没有 对吧 当然了官方在炒作宝马事件的同时 也适度的引发了砸宝马迷你的民间运动 开始砸宝马迷你了 说句实话 中共国一搞抵制 就是打打杀杀 各种打打抢 也确实没别的办法 你说抵制 你拿什么抵制 抵制也是需要有资格的 只有你买得起宝马 你才有资格去抵制 我不买 我买别的 你才有资格 那些屁民们 韭菜们 人矿们 有资格吗 对吧 你得先查查资格的 银行卡上有几位数 你再决定怎么抵制 对吧 民族情绪 不过是中共手里的一根棍子 该用的时候就啪 就用一用罢了 山山风点点火 信不信 用不了多长时间 宝马的股票 继续会反弹回来 在中国的销售依然强劲 不幸咱们走着瞧 中国依然会是宝马的第一大 这个销售国 不幸咱们看着 好 说完宝马这个事 下面来说说翟欣欣的事 这个翟欣欣 逼死他的前夫叫苏小茂 这个事的来龙去脉 我在之前的一期节目中 有过非常详细的解读 不清楚事件的朋友 可以找来看一看 这是一件发生在2017年的事 之所以这两天要被人们重新提起 是因为苏小茂去世之后 他的家人对翟欣欣提起了民事起诉 要求他偿还 他从苏小茂那骗来的 所有的近千万元的财产 历时四年 上周法院终于做出了一审判决 要求翟欣欣把近千万元的财物 房产全部归还给苏家人 这个判决无疑是大快人心的 但是翟欣欣当即表示不服 提出了上诉 没有问题 上诉这是法律赋予所有人的权利 上周六的4月22号 翟欣欣突然以极光片语 Silence的微博账号 发了一篇万字长文 替自己辩解 说他并不是大家以为的骗婚 逼死人的毒蛇魔鬼 这也没有问题 你有权利为自己的声誉辩白 但在看过他这篇万字长文之后 我不但更加确定 她是一个贪婪狠毒的女骗子 更发现她已经坏到了人性全无的地步 她的文字读来 令人毛骨悚然 我来给大家看一看 这篇文字的几处重点 一上来 他先说自个儿 这几年过得多惨多惨 被网报多厉害多厉害 每天多么痛苦多么痛苦 一个令人同情的弱女子的形象 悠然而生 博人同情 然后他画了很大的笔墨 绝大部分 百分之六七十的 七八十的篇幅 讲述他曾经的这段 他眼中的这段所谓的爱情故事 继续为自己辩白 很多事情都是颠倒黑白 歪曲事实 然后开始进入到重点了 第一个重点 是他强调 当时主动提出离婚的人 不是我是苏小茂 就是他那个前夫 这样就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被动的受害者 不是我提出离婚 他提出离婚的是吧 我是受害者 然后呢说自己如何不想离婚 只是为了吓唬苏小茂 我才提出了要拿五千万 我才离婚 对此这个翟欣欣解释 说他想借此打消南方离婚的念头 因为他拿没有这笔钱嘛 他既然拿不出这笔钱 他就不会再离婚了嘛 还说自己是十分在乎这段婚姻的等等等等 这也还好 虽然我们都知道他是在编故事 是在撒谎 但是还没有到了这个超出我们认知底线的地步 但接下来的文字就令人震惊了 展星星说呢 在这个苏小茂提出离婚之后啊 他非常关心丈夫的举动 为了留住他的丈夫 他私下经常偷看 丈夫的微博呀微信什么 他说呢是想了解他丈夫的心理动态啊 马上他话锋一转说道 但当我看到他经常在微博上说 有钱移民却不移民的都是贱人 我凭什么爱这样的国家 流氓夺取政权 他把政权用了这个拼音啊 估计怕是敏感词上 流氓夺取政权之后 都会说为人民服务的 这样的字眼的时候 我感觉这跟我认识的 那个技术达人老苏 有点对不上号 有一种幻梦破灭的感觉 看到这儿我都惊呆了 大家看出来了吧 翟星星知道自己在道德上理亏 就诬陷苏小茂 反党 反社会主义 不爱国 对吧 还影射中共是个流氓政权 流氓政权 还用拼音写出来 翟星星就是想告诉大家 苏小茂是个反动派 他是不爱国的 他诋毁我们的国家 诋毁我们的党 所以我骗他是应该的 活该 他跳楼活该 他这个反动派 他被整 他再惨 都是他咎由自取 他被我骗再多的钱 他活该 我天 这个女人的用心 何其歹毒啊 是吧 还在往一个 被他逼死的人身上 泼脏水啊 是吧 还拿这个爱国主义的 大棍子 继续痛打一个 被他逼得走投无路的 又可怜又可悲的一个男人 人都死了 还在说他不爱国 所以 这份恶毒的心思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而且从逻辑上说 翟星星这招叫什么呀 叫转移焦点呀 就好比你跟一个人辩论 到底是电动车好 还是汽油车好 正在辩论 他突然说 我告诉你啊 马斯克反党 马斯克是一个反动派 所以电动车不好 所以我要批判电动车 就这逻辑嘛 典型的文革思维啊 在这个道理上说不过去了 道德上站不住脚了 就说他不爱国 就说他是反动派 在文革的时候 你只要是个反动派 你干什么都是错的 我打你就活该 典型的中共整人的逻辑啊 可见这个恶毒的女人翟星星啊 确实是被党培养出来的好学生 好 接着啊 对 还有这儿啊 他在文章中啊 他不称苏小茂了 说老苏 用老苏来称呼他的前夫 称呼那个死者 这很恶心啊 他不外乎就像营造一个 自己和死者 曾经很亲密的这样的感觉 老苏老苏上感觉是一个亲人 一个妻子 在讲述他们的那些恩爱的往事 接着针对他 他说他之前 我讲过啊 他用他在这个禁局 当大官的舅舅来威胁 要举报苏小茂的公司 从事不法的经营 不法生意 有灰色地带 针对这件事呢 翟星星开始编故事了 不但不承认自己曾经逼苏小茂给钱 还一口否认他设计骗婚的事实 对此啊 这个苏小茂的哥哥发了个微信 拿出了一堆当时他们之间微信对话的截图 是吧 你看到这些截图你就知道 翟星星凶狠贪婪的嘴脸 历历在目 在他这篇长文的最后啊 这个翟星星又来了一段刷新人们认知底线 且用心险恶的这个文字 他说 我和老苏的情感悲剧责任更多的来源于我们两人自身的性格和沟通失序 希望不要让大家因此而对情感关系的建立产生恐惧 热爱并积极地面对生活繁育后代 注意这儿 才能在这个人口负增长的时代给社会家庭以及自身带来更多的动力和希望 我就问你服不服 首先翟星星你也太高估自个了 你们俩婚姻没成功 你就让大家不要对情感关系产生恐惧 你谁啊你啊 你有那么大的道德示范力量吗 再说你俩的婚姻失败的问题是什么 你不知道吗 你一个恶心下流肮脏无耻的女骗子 你害死了人家跑来装无辜 你骗去了人家千万的家财 还说自个儿很委屈 哎呀见过无耻的 你没见过这么无耻的吧 其次他在这儿就是他最恶毒的地方 他说他拿这个中国的人口负增长说事 意思就是说大家关注并声讨他骗婚的这件事 就是在破坏国家鼓励声誉的大政方针 那些揭露他真实嘴脸的媒体 包括我们这自媒体 才是人口负增长的元凶 借着当局鼓励结婚鼓励声誉的幌子 让人们不要再对他揪住不放了 不要再对这些事实真相揪住不放了 不要再把眼睛看着我们了 不要再盯着我翟星星了 大家开开心心的去谈恋爱 去结婚去生子吧 我的天哪 说实话 这篇东西的逻辑并不缜密 文字也不够出彩 而且扭曲丑恶的价值观 也没有被隐藏的很好 头脑稍微正常点的人 看到这之后就对他用心险恶就一览无余 但即使如此 以翟星星的智商和文化水平 也写不出这篇东西 我在上期节目中说过 他是一个诈骗集团 他是个女差白 他一定是个诈骗 有人扮演他的父母 有人扮演他的舅舅 扮演他的律师 所有的 所以我觉得这篇东西就是他的团队 他也有团队 是他团队帮他写的 不管是谁写的 用爱国主义 用法律法规和大政方针 来规避道德审判 来逼人就范的嘴脸 都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即使像我这样见过几分世面的 对人性之恶有几分认识的人 这个翟星星的这份变白 还是大大的刷新了我的世界观 我的认知的底线 大家记住 这个叫翟星星的女人 绝对是一个恶魔般的存在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感谢您的收看和分享 新闻最朝点 咱们下次见 感谢您的观看